连续刚才讲的,这个就是要谈,我先看一个数字 我们看看,虽然今天是要谈前站,但是还是先从个宏观的角度,看看 这个前站就是一个特别预算,就是一个特别预算 那蔡英文政府从上任到现在,是有前站吗?前站8800多亿 然后呢,新冠的纾困又是8400亿左右,新市战绩2400多亿 战力提升2000也是差不多2400亿 然后还有一个,大家领到现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就是你的6000块蔡你的口袋里,你有真的觉得有改变了什么吗? 那又是3800亿的以后,总共蔡英文政府的特别预算 这几年就达2兆5884亿 各位,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超过一年所有的中央政府总预算 等于说蔡政府当两任,其实她已经拿了三任的预算 一般我们一任,这一年政府总预算大概就是两兆多 但是光特别的预算,而且跟各位报告 这个数字,蔡英文政府这个时期所编的这些特别预算 是扁马加在一起的两倍 扁跟马,两任总统时期的总和,他们的特别预算 他只有他的二分之一而已 所以光蔡英文总统自己上任之后,光他的特别预算 就达2兆5千多亿 那当然了,今天重点是摆在这个前瞻,8800多亿 那当然同样的问题就是一样 大家觉得真的,因为编的这些东西改变了什么 这零零重重这么多,到底什么是我们的改变 没有什么的感受 其实现在这个完完全全破坏我们整个财政经济